在臺灣大多數的市區或是鬧區 想要找停車位的難度很高 所以有部分的民眾 他會先以人來佔據停車位 不過這很容易會和其他想停車的民眾 發生衝突 像臺北和高雄在昨天都發生類似糾紛 警方提醒以人來佔車位的行為 是違反道交條例的 可處五百元罰還 女子站在停車格內汽車駕駛 是倒車想停進停車格 女子卻聞風不動 兩人一度發生口角 女子以人佔停車位的行為 也讓民眾無法認同 事發在六號中午 高雄岡山和平公園大人北路旁 周邊路段因住商混合 加上鄰近公園 車位難尋 七號一早到現場查看 周邊停車格停滿車 部分車輛則停在梅化洪線的路邊 以人站位已經違法 警方表示收到通報會依法追查 無獨有偶臺北延吉街一處巷弄內 女子推著嬰兒車站車位 被驅離還怒比中止 汽車駕駛份額提告公然侮辱 第八十二條規定 行為人在道路堆積置放 足以妨礙交通之務 可處新臺幣一千兩百元以上 兩千四百元以下罰還 若因停車位而衍生之 公然侮辱等行為 則一 涉犯刑法妨礙民意罪辦理 在鬧區或市區中找車位不容易 但若因此讓親友先以人站住車位 恐怕得吃上比停車費還貴的罰單 記者陳懷 陳顯坤 高雄台北報導